欢迎你们出席今天的记者招待会 台上的两位医生分别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军医生 还有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的关惠敏医生 他们分别汇报医管局的情况还有最新的病例的情况 首先是关医生你们好目前有2114名病人正在留医 他们是缺诊的201人是新增的需要住进隔离设施的 一共有1042人昨天新承报了4个病人是危呆的 4人是严重的目前留医的缺诊的病人里头有41人 危呆34人是严重 其中危呆的病人里头14个正在接受深切的治疗 新承报了7个去世的病例 6男1女年龄介乎72到93岁 去世的病人里头4个人没有完成3基的注射 过去1307人康复当中的262人已经出院了 这是我今天的报告 你们好 昨天本地阳性个案的病例的数字是5038 核酸检测的是1168 还有是抗原检测的是3870 150是输入的 143是核酸的 9个是快测的 153例里头 53个是在机场找到的样本 另外在检疫中心 检疫酒店里头的有55例 在社区检测中心找到阳性样本是38 152个病例里头来自33个地方 其中4个地方是输入10例或以上 英国25 新加坡13 美国12 新加坡11 其他的地方是29个地方 他们每一个输入10例或者是少于10例 刚才说了7个去世的病人是新承报的 目前总数是9893人去世是第五波的 院设方面7家安老院是一个长级院设 一共承报了14例是阳性的个案 他们是院友的 41个院友需要检疫的 在学校方面今天是放假的 但是我们也建议了四所学校 一共是五个班级需要停课一周 其中一所是停课两班 在变异病毒株方面 L452R的变异病毒株的比例 现在是86.9个八分点 乘以社区的比例 那么大概是BA.5是80.2% BA.4是6.7% BA.2.1 2.1是3.2% BA.2.2是9.9% 这是我今天的报告 现在是提问的时间 请举手 我们把麦克风交给你 请先说明你们的传媒的机构 中间的穿白衣的女士 两位医生你们好 我是无线电视的 首先想了解一下 从明天开始 这个疫情的记者招待会是结束了 那么两位医生有没有什么感受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什么的情况之下 才会再开这个记者招待会 例如说这个疫情的水平 从第一波到第四波 只是在本地零缺陈 才是停止不举行的 但目前我们还有本地的感染的病例 是不是不再清零 那么始终我们看这个新闻稿 跟在记者招待会上 春耳听到你们亲口解释是不同的 而且零加三的措施 下一个星期一早上六点就开始了 但是有一个航班是从 是早上两点多就是降落的 那么它是按这个零加三还是三加四的安排 而且恐防疫教授说如果我们就是达到某一个水平就可以把这个放宽 到这个零加零 那么你们的看法是怎样 谢谢您的问题 两点多感谢市民的忍耐 而且对各种防疫措施的合作 希望大家继续坚持努力 希望我们尽快可以过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 至于您说这个个案的就是说9月26号早上6点开始的安排 详细的情况我就是无法回应 大概是会后我们就是询问我们的同事之后才回答吧 我们的新闻稿是说9月29号开始 是不是有个6点钟的结分点 我不清楚 我们政府的措施是越来越减守市民的不便 但是同一个时间必须达到防疫的效果 政府必须看着这个情况 如果有空间去放宽的话 必定会再考虑的 右排的女士 后面是组上来第二排的 你们好 我是NOW TV 想问一问这个输入的个案的数字 150还是152还是153 而且也想问一问 就是过去决定开不开 这个疫情记者会 是看有没有本地的个案 那么将来是用什么准则的 是不是有一个大型的群组 在疫管局里头有群组的话 在新闻稿里头会不会清楚的交代 这个是最后一次的记者招待会 有什么东西 你们想提醒这个市民 很多措施已经放宽了 那么市民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个疫情呢 而且学校方面 有一家学校 就是有两个班 就是停课 是哪一家学校 大概是多少人 而且有没有关联 先说这个学校的情况 这个是元朗公立中学 校友会 动造堂中学 三B班还有二四班 各有四个人 就是缺诊 他们都是学生 暂时没看见有任何的关联 但是每一班都有四个人 就是不少的学生 就是感染 所以必须停课一个星期 那么至于您刚才说 就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才会召开这个疫情的记者招待会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这个疫情开始回稳 我们希望可以用一些风险传达的策略的改变 去调整一下这个策略 那么关于这个 跟我们的入境人士的安排 跟这个社交距离的安排一样 我们用这个新闻稿去报告一下 每天的阳性的病例的数字 有关其他的信息 也会在我们的网站 去更新一下 我想大概是这样的 对不起 记者没有打开话筒 问题没听见 输入个案方面是152例 59是在机场找到的 55是在检疫中心或者是酒店找出来的 38个是在社区的检测中心找到的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 就是从高峰的水平往下走 而且回稳了 而且疫情已经维持了两年多 政府方面希望市民可以开始过一些比较正常的生活 也希望这个疫情可以继续受到控制 两年多以来我想市民已经学会很多防感染的措施 戴口罩 洗手等等 这个都是很有用的 可以避免感染的一些措施 这个并不是全部 但是是基本的措施 我们可以看见在社区里头 因此很多上呼吸道的感染 无论是流感还是小朋友的个案 还是其他的传染病也减少了 你们可以看见这个措施是可以减少这个传播的 当然其他的防疫的措施 比如说感染了 确诊了 必须重报 必须隔离 而且遵守政府的一些防疫措施也是应当的 上一位最后一排的男士 你好我是有心电视的 想问一下对外放宽的一些措施 对内的一些社交距离措施 有没有条件可以放宽一下呢 比方说预计什么时候不需要戴口罩呢 还有机组人员在内地要遵守 必还措施来回到香港可以有一些措施 那他可不可以也看其不需要 集在酒店里面呢 有空间放宽这个措施吗 我想政府或是位局 或是整个政府都不断的在观察不同的措施 如果有需要的情况下 或是有空间的情况下 一定会考虑放宽的 下一位 一边最后一排的女士 两位好我是香港01的 首先想问一下 昨天医管局说有调整死亡个案的统计 增加了153宗 想问一下为什么会错呢 是用什么方法发现的 之后怎么可以避免这个错误呢 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有专家说新冠肺炎可能会成为风土病 你们怎么评价这个说法呢 香港的疫情是否之后会完结呢 我想其实是否风土病要看整个世界 香港是一个对外的地方 我们暂时的个案都是有几千宗 那要达到零呢 我觉得机会是比较小的 因为始终是要全世界都清除了个案 才会有这种情况 现在看起来 新冠病情可能会跟我们并存 关于昨天我们公布多153个死亡个案 就是经过我们跟卫生防护中心提供的 2019冠状病毒的确诊个案的更新名单以后 我们发现部分的死亡个案的统计数据 需要做出调整 所以在调整之后 我们看到 医管局承报的死亡个案统计当中 多了153个个案 大家都理解 在初期在2月到4月 死亡的个案是高峰期 而这些个案也是在那段时间发生的 当然那个时候确诊的情况 或是那些个案多了 所以死亡个案也多 我们在调整了其中的数据以后 我们发现其实有一些个案 是在我们的系统当中 没有确诊的记录 但是在核对了卫生防护中心的确诊名单之后 我们发现有一些要加回去 有一些病人离世以后 我们在系统当中 发现他们的快速抗云测试的确诊记录 但是没有确诊身份的核实 所以这些个案也要纳入 一些死亡个案的统计数据里面 此外有一些个案 他们可能有一些比较早期 确诊的 确诊阳性的日期 计算起来不是合乎新的个案定义当中 所以有一些个案在统计数据当中会剔除 所以在我们做完了所有这些调整数据以后 我们在未来疫情的专题网站上 会上载有关的数据 下一位后排的男士 两位医生好 我是港台的 想问一下江竹军医生 因为之前发稿死亡个案应该是超过一万的 不过刚才说也是九千多 想问一下那个数字 现在的确诊数字持续回落现在到五千多 你会怎么评估 可能这一波会跌到什么水平 然后会相对持续一个平台的状况 可能持续持续一段时间一千多钟 可不可以评估一下 那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因为可能暂时不再有记者会了 那是不是一个新的阶段呢 你会怎么样去形容 可能本港的疫情已经走到中章 已经在尾断了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这两年多三年的抗疫工作 你在这段时间经常出来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有什么艰难的时期 你觉得是很困难的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我想现在的趋势比较难以估计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看之前的趋势 它是慢慢向下的 至于是向下到什么数字呢 会不会再有反弹呢 也是有机会的 不过希望即时是反弹 也不会反弹很多 现在的情况 可能有很多人都打针了 也有很多感染过了 在社区里面有一定的免疫力 其实真的有个案 也希望重症和死亡个案 不是在很高的位置 我们新闻稿的总数第五波的疫情 昨天说是9886宗 内计死亡个案是2019开始 从第一波开始计算的数字 在第一到第四波有213宗 所以加起来是超过一万宗 个人感受 我想不方便在这里分享了 回答一下英文的问题 这边的男士 各位好 我是南华早报的 第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 卫生防护中心 现在疫情回稳了 会不会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呢 此外有提及说香港是很难清零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政府即使是想清零 也很难达到完全清零呢 因为之后呢 不会再有430的记者会 那会不会终数超过一万 就会决定再召开记者会呢 今天是记者会结束 会不会向公众有一些劝欲 或者是呼吁呢 也许我来回答吧 政府和义务卫生局 会密切地监察香港的情况 如果我们会紧密地监察情况 如果可能的话 就会宣布新的措施 可以再放宽 我们已经从今年年初开始 进入了第五波 社会上很多人都已经感染过 或者已经是打了三针 但是我们仍然看到社区里面 有相当多的个案 那就是说传染力是很强的 所以要达到清零在社区里面 要做到是很难的 这是我们目前的看法 至于到什么程度 就是有多少宗缺诊个案 我们会在召开记者会 我们是没有定的 但是情况 我们会一直在观察案情况而定 有需要的时候 可能建宗会召开记者会 就好像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的做法 医管局方面 我们知道这个缺诊病例的数字 已经减少了 但是我们呼吁 一老一幼 必定要警惕 而且如果有病症的话 必定要求医 而且也想跟我们的市民说 我们的社区的设施 还是营运当中的 比如说这个指定的诊所 还有就是有据的治疗 还有就是送药 还有就是这个热线电话 这个服务还是继续的 我们想确保就是市民在这个艰难的时候 还是得到我们的服务 如果有需要的话 还是可以接受到我们的医疗的服务 所以我们的医疗系统就是透过这个方法去减轻我们的压力 而且我们也会就是恢复我们的医院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的门诊的服务 有一些也会恢复以前的水平 而且也在准备就是一些急诊的服务 还是日间的服务也会恢复 同时我们还是会照顾非新冠的病人的 这个是我们希望得到的 我也想请就是各位就是保持你们的个人的卫生的习惯 就是戴口罩洗手 而且遵守政府的防疫的措施 就是目前的防控的措施 这个是政府请大家遵守的防控的措施 下位最后一排的女士明报的 入个案的数字 有多少人是四到七天 有多少人是七天之后才阳性的 还有就是调整这个死亡个案方面 就是驿管局没有这个信息 是不是有些人在街上就是晕倒 身上没有这个身份的信息 所以就是不清楚 还有就是死于这个新冠 还是死的时候有新冠 这个分类有吗 另外就是防护中心也说 就是有些社交距离的措施可以放宽 那么你们估计就是如果放宽的话 哪一些措施可以先放宽 而且有哪些条件符合了才可以放宽呢 我想我没有说就是可以放宽这个社交距离措施 我是说就是政府在密切留意这个疫情 在可行的情况之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就是放宽这个措施 那么输入的个案里头 第一到七天在社区中心找到的是32例 第八到十天是六例 刚才您提到的情况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病人来到我们的医疗系统 比如说这个急诊室当时已经去世了 当时他早前已经进过一个快车 或者是核酸的检测 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掌握所有的信息的 那么死亡的个案是死于这个新冠 还是死的时候有新冠 我们还在检视有关的病例 也许就是目前不适合恰当的时候去做一个结论 下一位右排最远的一位女士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好 我是大公报的张医生 两年多差不多每天主持这个记者招待会 哪一个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 是不是最后的一个疫情记者招待会 我说不适合就是分享个人的感受 希望这个是最后一期的记者招待会 也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记者会结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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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